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集我们要带大家去观赏一场非常精彩的生鱼片快刀秀 还要去品尝新鲜美味的海蟹大餐 好啦 现在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出外吧 GO 这个有点凹进去是不是 对 有点凹进去 你跟它挖看看应该是吧 真的 我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看过这么多人就去切身 因为我自己从来没切过 骨头就是骨头 你们觉得这个老板啊切鱼厉不厉害 厉害 两只脚一双眼探索海洋新感动 发现娱乐新世界 新竹市位于台湾西北部 西陵台湾海峡 全市海岸线有17公里长 区内有两个渔港 一个是临近头前溪出海口的新竹渔港 另一个则是香山海埔地内的海山渔港 当地的渔民以沿近海渔业及养殖鱼业为主 各位观众朋友 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四点多 那这次啊米奖接获到的任务啊 就是要到新竹去找寻 生鱼片快刀秀 根据可靠的资料显示啊 凌晨营业的新竹渔市场呢 在这边可是非常重要的渔获集散地 说不定啊 在里面就有我们今天要找的 生鱼片快刀秀 好啦 我们赶快进去看看吧 Go 新竹渔市场每天从凌晨三点半 开始营业到六点多 渔获来自全台 甚至远到澎湖 占地一公顷的面积 可是很整齐 有规划地划分成好几区哦 看这个刀法好像不是很快 所以应该不是他了 那怎么找咧 米奖 你怎么有空到新竹渔市场来 你好 是这样子的啊 我现在啊 就是想要找那个 生鱼片快刀秀 不知道你们里面这边有没有啊 新竹渔市场是专门给 成孝人Po的地方 应该没有快刀手 所以说我今天就是找的资料 应该是错的吧 可是我啊 就是刚才 因为其实你们里面还蛮热闹的 现在是在进行拍卖是不是 对对对 以前是人工拍卖 现在给电子拍卖 要不要参观一下 好好啊 那既然来到这边 那路大姐你就带我进去参观一下好了 好 走吧 我说米奖 你查资料好像只查到一半呢 原来新竹渔市场是需要有 执照的承销人才能来采买的批发市场 不过因为这里的鱼货很丰富 可是供应竹苗地区的零售市场 和餐厅的源头非常有规模 你就快趁这个机会进去逛逛吧 柯大姐你们这边好多鱼货 对 这是属于养殖区 对 这边是属于养殖区 所以你们不同种类的鱼货 会去做分类是不是 对对对 有分养殖区 远洋区 还有线捞的都有 然后前面那个是冷藏区 那边是冷藏区 而且我发现啊 这边真的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鱼货海外市场 好热闹喔 那你们这边的鱼货都是从哪里来的 养殖区的话 一般都是从嘉义云林一带 冷藏区的话 一般都是高雄 冷藏区就是新竹南辽云港 所以其实这边啊 算是在新竹这边 蛮重要的一个整个鱼货的集散地 都是供应就是 新竹跟苗栗一带的 新竹跟苗栗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你讲后面有一个大型的电脑螢幕 对不对 对 其实我之前在台中啊 就是也是有看过这样子电子拍卖的方式 对 你们也是一样吗 一样 前几年由人工拍卖 改成电脑拍卖 现在比较多都是用这样子 对 这样比较公平性还有公开性比较多 公平公开公正对不对 那你们这边啊 就是 是怎么设底标的 整个拍卖的流程 一般就是看营物的大小 新鲜度 然后由拍卖人来决定 它的底标是多少 只要你认为这个价钱你合理的话 你就按下去就是你的标 他们手上都会拿着像是遥控的那种近价钱 而且你知道吗 只要这个电脑这样子 按一下按一下 照每隔多久的几秒的时间 然后就结标了 对 这边也是一样吗 对 新竹鱼市场这里还兼营了 国军副食品鱼货供应 让我们保护国家的阿兵哥 有新鲜的鱼货可以食用 真的是太厉害了 现在洛大姐要教咪奖 如何挑选新鲜的鲜鱼和白虾 我们赶快去学起来吧 哇 这就是鲜鱼 这就是鲜鱼可以拿一尾起来吗 可以 可以 它颜色好漂亮喔 而且会反光耶 像鲜鱼一般要怎么挑选 就尽量挑选 饱满圆润一点的 就是鲜鱼 就很有量它就会够 对 如果吃了一条鱼 它的这个肚子 它的这个鳞片都很亮 要表示它新鲜 对 这个如果料理起来入口即化 青鱼又叫做肥肥对不对 对就是肥肥 而且我之前吃过青鱼 它的那个口感真的是你知道一级盏 对 它的营养成分也很高 对啊 对 洛大姐这些是白虾吗 对 白虾要怎么挑啊 你就挑身形很齐全的啊 然后它的头跟身体要连结在一起 不要有断头的线下 哇 它肉压起来还蛮扎实的耶 对对对 彈性很够 就是新鲜 而且它颜色看起来很透对不对 对 它不能呈现红色 表示它已经最新鲜了 真的啊 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啊 就到菜市场买那个虾子 然后它上面好像会有一点一点 那个白点有没有 那个是算是新鲜的嘛 对就是不新鲜 就放比较久的 所以各位补补妹妹们 听到了没有啊 今天来到新竹鱼市场啊 我发现这边真的是非常现代化 而且呢非常热闹 非常有生命力的市场 不过呢我这次来到新竹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 我要去找叫做生鱼片快刀秀 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吗 嗯跟你提供的线索 在巴拉库 巴拉库的渔村试试看 洛大姐真的是好心人业 除了给米奖任务提示外 在任务完成后 还说要请米奖吃海鲜大餐 一定要给洛大姐按个赞啦 这个是这个是 是不是有点凹进去 对有点凹进去 你跟她挖开一带去吧 真的 真的 就这么简单啊 有可能会抓到你那个 用零幕衔会一直是白的一带 大概是这个西装这种颜色 好棒 跟在洛大姐的提示呢 我们来到了这一间 巴彩窟休闲一月度假村 要来找找我们今天的目标 生鱼片快刀秀 你们有没有觉得啊 这附近啊 看起来真的很优美 我想呢在这边 品尝一片的美味 应该还不赖的吧 我们赶快去问问看好了 走 这片位在新竹沿海地区的 拔子窟 临近凤山溪出海口 又因气候适合乌鱼生长 所以在这一片 约六十公顷的鱼温 每年产乌鱼十到十五万尾 约可产出九到十二万对乌鱼籽 近年来随着新月沙滩的开辟 也发展出休闲度假渔村的新玩法 诶大哥你好 嗨你好 欢迎你到这个我们这个度假村来玩 我是那个娱乐星世界的米奖 好欢迎欢迎 他是这个度假村的老板吗 是是是 你好 大哥我要请教一下 你们这边啊 有没有那个生鱼片快刀秀 应该没有吧 你找错地方了吧 没有啊 可是啊我发现啊 其实你们这边还蛮漂亮的 而且感觉真的是有那种精心的遗照 对不对 对我们这边本来是一个物鱼的养殖专业生产区 然后现在还是渐渐的慢慢的 我们走向这个休闲一夜来发展 既然你来到这边了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新月沙滩很漂亮哦 而且有那个花隔好捡哦 我就带你去捡好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一起可以去捡花隔了 对 哇大哥那现在就带我去新月沙滩采花隔了 好啊 走吧 走 新月沙滩可是有新竹最美丽海岸的称号哦 听当地人说这里的夕阳可是漂亮得不得了呢 只可惜今天的天气不太好 没办法亲眼目睹吴老板推荐的美丽海景 既然看不到美景 我们就来一场花隔生态之旅吧 大哥如果要挖花隔啊 这个泥探地都可以挖得到吗 是啊 其实像这个很简单啊 譬如说像这个一个洞 我们把它挖下去就有了啊 是不是 就在这里啊 真的 是真的耶 你找看看 那这个这个 就是那个 一个小洞一个小洞这样子是不是 这里也一个是不是 那个是不是小洞 这个不是小洞 这个不是小洞 小洞 这个是 这个有点凹进去是不是 对 有点凹进去 你跟它挖看看应该是吧 有硬硬的感觉哦 哇 真的有 真的耶 真的耶 而且这一只比较大 这一个比较大耶 所以我们就是去观察那个泥探地 稍微有点凹陷进去啊 会是有一个小洞 对 这这么简单啊 就有可能会抓到 而且那个命中率 目前我也是百分之百 而且其实啊 明讲啊 就是之前啊 就是有曾经到那个 马祖那边去 剪过花隔 我发现啊 同样都是花隔 可是外型长得不一样耶 对 那我们那边的话 颜色看起来 是比较那种 练丽一点的 对对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大概是 这个形状 这种颜色 尤其这个野生的话 这个表面 像打一层蜡 一样 觉得很一样 不想养的 这个就是野生的吧 小朋友 哈喽 你们也来剪花隔 是不是 我看你走到哪里的花隔 我好多喔 给镜头看一下 你今天来剪花隔 好不好玩啊 好玩啊 好可爱喔 依依 你有没有剪大 我只剪大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蛤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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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它是哪一种蛤蛤 小朋友 这叫做花隔 你会不会觉得很漂亮 对 今天是带小朋友过来 真的有参加花隔吗 对 那你本身是心服的在地人吗 对 而且让你觉得 我看附近的风景很美 很美 对对 你常来这个地方吗 蛤蛤蛤蛤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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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聽吳老闆說,這裡花蛤的數量有越來越少的趨勢,還真的是令我們非常的擔心呢 希望大家來到新月沙灘,要有生態保育的觀念,秉持觀察卻不要帶走的原則 這樣我們的下一代才能有機會體驗這裡豐富珍貴的海洋生態 體驗完海邊挖挖了,吳老闆的朋友黃大哥說要帶我們去摸文蛤 文蛤我們常常摸啊,這裡是有什麼不一樣呢 黃大哥,我們到了是不是 對啊,小心喔,這裡,這裡就蠻多的 你要拿我一下 我拉你,我老婆不會生氣啊 真的嗎,那我...可是還是沒辦法 哇,有點深耶 這裡比較淺,我帶你來這邊摸比較淺 那黃大哥,你們這邊的蛤蟆跟其他地方的蛤蟆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這裡水質比較漂亮啊,沙地也比較漂亮啊 所以摸起來蛤蟆顏色都很漂亮 而且啊,好像下手摸就有了,應該好多喔 顏色都很漂亮啊 對,它顏色很漂亮 下面手上拿的這個 顏色好像在比我比較沒看過這種顏色的 這個是新的品種 它的顏色就是跟我們 像我們一般看到的蛤蟆就是比較呈現那種 土黃色有沒有,外觀 那這個呢,就有點那種紫紅色的感覺 哇,你看真的好多蛤蟆喔 那黃大哥,這邊的蛤蟆吃起來跟其他地方有什麼不一樣 肉質好吃,很嫩 肉質好吃 那你們這邊啊,養蛤蟆的養殖方式是 我們這邊比較自然的方式 比較自然的方式 因為其實啊,我曾經聽過就是在有些地方 他們是用就是混養的有沒有 跟虱目魚啊,混養 那你們這邊也是嗎 也是有啊 也是有在混養 體型啊,都很飽滿 然後顏色色澤都很漂亮 光澤度很夠 除了用心之外 其實你們在養殖的方式上 也是用比較天然的方式在養殖對不對 這個比較皮膚很漂亮 皮膚很漂亮 就跟你一樣,白白嫩嫩的 怎麼好意思呢 欸你們之前來過這個地方嗎 沒有耶,第一次啊 第一次是不是 你們是同學嗎 對啊 是同學 對,我們兩個來玩 來玩是,那你感覺怎麼樣 嗯,很特別很好 很有趣啊 很有趣的經驗 那之前有沒有就是 就是像我們這樣子 我們大家鹹小口的那種樂趣 有體驗過嗎 沒有耶 所以今天就是還蠻高興的 很開心對不對 對啊 黃大哥說這裡的蛤蟆池 可是有開放給民眾體驗的喔 想認識蛤蟆生態的觀眾朋友 可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難得的機會喔 黃大哥 今天很開心啊 可以來到你們這邊體驗 毛蛤蟆乾水口的樂趣 好勝喔 對啊,還蠻好玩的啦 我這次啊來到新竹後 是要來找生魚片快刀秀 你知不知道哪裡有這個地方啊 魚會哪,魚市場海邊 魚市場 新竹是漁港 我要趕快到魚港去找 今早找的生魚片快刀秀 就先這樣囉 拜拜,再見 這裡人潮也太多了吧 這裡人潮也太多了吧 好像在切生魚片耶 我們趕快去看看好了 看過這麼多文字切生 因為我自己從來沒切過 你們覺得這個老闆啊 切魚利不厲害 不厲害 依照黃大哥給的指示 我們的米獎來到了新竹魚港 這裡真的有傳說中的生魚片快刀秀嗎 我們呢已經來到了新竹魚港裡面的魚貨直銷中心啦 而且呢這裡也是黃大哥跟我們介紹說 可以找得到我們要找的生魚片快刀秀的地方喔 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進去小小囉 GO 位在新竹魚港旁的新竹魚貨直銷中心 佔地約有1200坪 一樓是各式魚產乾貨的選購區 二樓則是海鮮美食區 想吃新鮮海產的韜客來這裡就對了 請問一下喔 在你們新竹魚或直銷中心啊 有沒有聽過那個生魚片快刀秀 其中一個攤販 你知道在哪裡嗎 就在前面而已嗎 好那我們就過去前面看看了 謝謝你喔 拜拜 走吧 哇 這裡人潮魚太多了吧 好 好像在切生魚片欸 我們趕快過去看看好了 哇 老闆老闆你好 嗨 老闆請問你 你這邊應該就是生魚片快刀秀吧 對啊對啊 真的 我剛剛看啊 就是你剛剛在那個 切生魚片的時候 那個刀法真的非常的俐落欸 真的是油潤有餘 而且好多客人在看喔 是啊謝謝謝謝 對啊 應該在切生魚片的話 有一些祕訣吧 對對對 那你可以教我嗎 可以啊可以啊沒問題啊 我們想要先把它切片 嗯 你就抓到0.5公分的距離 這樣切 我現在有一點緊張欸 因為 我看過這麼多人就是切生魚片 因為我自己從來沒切過 往後拖對 喔 哇 所以就是我們隔個0.5公分 然後下刀 對 然後往後拖 欸 欸 有點卡卡的 啊 我們可以看到呢 前面這幾片呢 都是我們的那個 生魚片達人 幫我們切的 然後後面這三片有沒有拍的 非常的不整齊 非常的零散 就是米獎的傑作啦 米獎 看來你要成為一位 專業的生魚片快刀手 可是還有一段路要走的 還是讓開 讓專業的來吧 像一般切生魚片都要用這種刀 是沒錯 就是切生魚片的話 就是有所謂的細刀 細刀 對 那還有其他的嗎 有啊有啊 像這一把 這一把就是我們生魚圖的大刀 我們鯊魚的時候 鯊魚的話 就是用這個 大部分解的時候 就用這把刀 如果要剁魚頭的話 就是用剁刀 基本上就是三把刀 這就比較鈍嘛 主要就是剁那個魚頭 對 它重量比較重 哇 前面這些是整條還沒有處理過的魚 對還沒處理 那是什麼魚啊 這隻是朋友的海利 海利魚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挪威的新鮮的鮭魚 鮭魚 對 各位觀眾現在快來看喔 這邊呢 待會兒就是即將為大家登場的 就是 生魚片快刀秀 師傅就是會為我們表演 現場 切那個海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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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先取下來 那個嚇到要準對不對 對 像魚肉損失牌不會太多啊 然後我們就是把 大部的把它分解掉 何師傅的刀究竟有多快呢 我們實際測量了一下 它一隻魚不用一分鐘 就可以將整尾魚 從頭到尾完整裁切 快刀果然是名不虛傳啊 你們覺得這個老闆啊 切魚厲不厲害 厲害 好不好看啊 好看 那我們要再多買幾盒回家 買一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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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逛魚市場還可以學到 切生魚片的撇步 實在是值回票價耶 在新竹魚貨直銷中心 購買新鮮的魚貨 不僅可以帶回家 給親朋好友享用 也可以帶到二樓的美食區 交給店家幫忙料理 可以讓你享受 現買現吃的樂趣哦 米獎 你有沒有找到 生魚片快刀秀呢 有啊 而且呢 你知道米獎我非常的厲害 我也學會了怎麼樣 切生魚片 不簡單哦 對啊 娃樂大姐 這些都是你要招待我的嗎 對啊 也太豐盛了吧 這是早上選的 這是早上選的 青魚還有白蝦 品嘗一口嗎 我覺得看起來真的好好吃哦 這就是青魚 那個肉質好嫩哦 烤過 然後我發現那個油其實 一點都不會有那種油膩的感覺 對啊 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真的 那我再來品嘗一下白蝦好了 這個白蝦要用剝的 很Q哦 那種感覺 對啊 很有彈性 好清甜 這個真的是那種 很原味的那種甜度 原汁原味的 我們餐廳是農委會 還有新竹區漁會輔導的 我們就強調我們的海鮮 是在地的 在地的 對 來新竹這邊呢 真的可以體會魚市場的生命力 也可以深入漁民的生活啊 甚至呢可以逛漁港吃海鮮 這種感覺呢 真的挺不賴的哦 對 所以希望大家有機會的話 一起來 那我現在就要開始享用 我們的海鮮大餐囉 來到新竹 一日遊的行程 該怎麼計劃呢 跟著娛樂新世界的腳步 一起去逛逛吧 早上可以先到 17公里海岸線 租借一台自行車 享受 遨遊在海天一色的美景中 沿途可觀賞到 豐富的鳥類 紅樹林 實地生態 也能在海風吹拂下 欣賞戰狼海景 中午可以到 新竹魚港旁的 漁獲直銷中心 挑選新鮮的漁獲海產 帶到二樓的美食區 請店家帶主 讓你用最便宜的價格 吃到最新鮮的海鮮佳肴 下午可以來到 拔子窟休閒度假漁村 體驗海邊挖掘貝類的樂趣 也可以逛逛烏魚養殖區 品嘗道地的烏魚料理 傍晚也可以散步到 新月沙灘 陶醉在夕陽餘暉的 海岸美景裡 晚上可以來到 舊魚港旁的海產街 挑選你喜愛的海鮮餐廳 享用一頓豐富又精美的 海鮮大餐喔 從浦山漁港到 海鮮大餐廳的一個 藍色公路新行鮮 今年才有的耶 對 是新鮮魄喔 是… 這是什麼螃蟹 外角蟹 對… 因為它的腳顏色很花俏 好活潑耶 還你… 這裡真的很漂亮 跟一般的紅樹林不太一樣 每一棵樹都長得很高耶 紅樹林要長到樹幹像這麼粗的話 至少也要80到100